娱乐圈中曾不止一次有人这样调侃 那些长相美艳或者帅气的明星 孩子们都长得平平无奇 就拿巨星大卫贝克汉来说 他有三个儿子 可谁也没继承他的帅气和球技 其他诸如此类的例子多到数不胜数 然而一大堆新二代中16岁的西罗比特 可谓是脱颖而出 深邃的眼眸 性感的嘴唇 西罗比特完美继承了母亲朱莉和父亲比特的美貌基因 所以他的第一张照片就卖出了410多万美元的天价 只能说作为巨星的女儿 西罗比特竟挑着父母的优点掌了 这里是布基岛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罗比特的故事 先从西罗比特的父母说起 朱莉没有出现以前 比特和詹尼弗也是人尽皆知的金童玉女 年轻时候的比特帅到吊渣 棱角蜂明的脸庞看谁都深情的眼神 让他一度被人称为好莱坞四大美男之一 更要紧的是他不仅帅 而且还能妖媚 夜访吸血鬼中身材强壮的比特还能演绎出破碎美 那时候多少人在犹豫我该选比特还是汤姆克鲁斯 而詹尼弗呢 她是老友记里的Rachel 美国出了名的甜心 一瞥一笑中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灵动和美艳 这对情人从1994年就开始传绯闻 2000年正式踏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粉丝都感慨 看着他们结婚 自己也有了恋爱的冲动 然而比特2004年参演《史密斯夫妇》和比特一起出演的 正是好莱坞的性感女神朱莉 自打朱莉出道以来 她身上的绯闻就不少 除了长相引人注意以外 还因为她爱好异于常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朱莉曾说她特别容易爱上剧中的另一半 而且此前朱莉的好几任对象 就都是她在影视剧里的搭档 有了这样的贤客以后 詹尼弗的不少粉丝就为自家偶像感到担忧 她老话说越怕什么就越容易发生什么 拍摄《史密斯夫妇》期间 记者就不止一次拍到 戏外的朱莉和比特交情匪浅 对此 比特和朱莉都表示彼此之间是朋友 然而到了2005年1月 詹尼弗突然对外宣布 她和比特的感情出了问题 两人已经分居 尽管外界都猜测是朱莉 插足了他们的婚姻 可詹尼弗却始终没有说过他们一句坏话 到了2005年中旬的时候 比特和朱莉不但正式走到了一起 而且还拍摄了不少宣传家庭和睦的广告 只能说詹尼弗绝对算得上是最佳前任 因为和比特离婚期间 詹尼弗什么也不强求 甚至没要求平分二人的财产 到了2005年8月 詹尼弗和比特离婚 这期间朱莉其实已经怀上了她和比特的第一个孩子 第二年三四月 大着肚子的朱莉决定前往非洲代产 除去朱莉本人是联合国难民属大使 喜欢非洲以外 还因为他们要顾及宝宝的安全 2005年朱莉怀孕 各媒体如同疯了一样追着她又拍又照 这让朱莉非常担心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 最终他们去了遥远的纳米比亚代产 这也算是厉害了 媒体就算是想要追着两个大明星去非洲 但也要考虑成本不适 何况人家纳米比亚政府也想为自己城市的业绩做点贡献 直接就为朱莉提供了一家如同定制般的私人诊所 不仅如此 安保条件到位 连警察都出动了 想要拍到朱莉及其宝宝 先问问当地的警察同不同意才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媒体只好改为有偿索取新闻的方法 大抢朱莉肚子里宝宝的出生照 这件事在当时非常热闹 各媒体不惜巨额投资 也要拿下宝宝的独家出生照片来做封面 最后 美国people杂志赢了 因为他们开出了410万美元的巨额价格 买下了西罗比特刚出生时的照片 一张完全看不出五官特征的幼儿照 居然能卖出如此天价 由此足见 西罗比特有多受大家的欢迎 这种抢新闻抢热度的做法也算是够拼了 不得不说 西罗比特从没出生起 就已经注定要成为那个受万众瞩目的新二代了 一张照片就能卖这么多钱 那西罗比特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力 可想而知 而杜莎夫人蜡像馆也没逃过这波热度 他们在西罗比特两个月大时 为其制作了蜡像馆 第一婴儿蜡像 当然蜡像馆不会再花巨资向朱利比特 来买一张西罗比特的照片 他们用people杂志购买下来的那张照片 将小小的西罗从此定格成了长过大的小公主 而随着西罗的不断长大 他就一直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不到一岁的时候 他跟着父亲出演了本杰明《巴顿骑士》 而后去给母亲探班 他有给《功夫熊猫3》中的一个角色配音 说他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新二代 这话绝不算夸张 西罗比特三四岁的时候 已经能看出大致的五官轮廓 他的眼睛像极了匹特 而嘴唇和脸部轮廓又像朱利 按照这个样子长下去 未来的西罗绝对是个小美人 所以跟在他身后的媒体和记者更多了 要不说成眼萧和扮演萧和呢 随着西罗长大 关于他是变性人的新闻也越来越多 原来和大多数的小女孩不一样 西罗偏爱中性疯 短头发 卫衣 或者是西服 西罗看起来活像个小男孩 而朱利在采访中也说过 西罗性格大脸 经常把自己当男孩子 几个巧合加在一起 媒体就大肆宣扬说 西罗比特其实已经做了变性手术 那几年背在西罗比特身上的话题很多 可都不是什么好新闻 好在 朱利和比特一直都是称职的父母 他们一边警告媒体 一边还会尊重西罗自己的选择 朱利对此相当坦然 他曾经在媒体面前说 西罗比特喜欢穿得像个男孩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兄弟之一 他也想当男孩 既然人们父母都不着急 不反对 粉丝们似乎就没啥意见了 反正西罗比特从出生的那天起 便已经成为了大众偶像 管他是男是女呢 有时候出席活动 一身西服 梳着大背头的西罗比特 看起来就像个贵公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媒体不免就把西罗比特和苏瑞 放在一起比较 苏瑞是汤姆·科鲁斯唯一的亲生女儿 跟西罗比特的中性风不一样 苏瑞五官柔和 穿上各种小裙子以后 活像个小公主 要说这两人也是很有缘分 他们同岁 且都有个好莱坞巨星的父亲 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 分为一致的就是 之后他们的父母都闹起了离婚 区别在于 汤姆·科鲁斯比比特狠心 苏瑞七岁这一年 汤姆·科鲁斯和妻子离婚 此后八年 他都没有再去看过女儿 2020年接受采访时 他曾说自己对不起苏瑞 想要弥补她 可这个时候的苏瑞 早就是15岁的大姑娘 学习那么多年 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 而这边西罗比特呢 也面临父母亲的离婚官司 2016年 朱莉和比特开始闹离婚 对比比特和詹妮福的和平分手 朱莉和比特闹得很难看 他们抱彼此的黑料 为孩子们的抚养权争论不休 只不过夫妻俩虽然打了五年离婚官司 可他们对孩子们的喜爱却没有减少 西罗比特的生日 各种节日 比特都会送上礼物 跟在朱莉身边的西罗比特 也被母亲教育得很好 2021年 15岁的西罗 与母亲出现在红毯上 短发变成了高高婉起的婉字头 身上也穿着印花礼服裙 这时候 很多粉丝发现 自己被蒙骗了 当他们以为西罗比特可以做男孩的时候 人家却悄悄续起了长发 回归了女孩队伍 虽然裙子是母亲穿过并改造的 而且还特别在长度上进行了改造 甚至为吊带部分 加上了适合西罗这个年纪的蝴蝶结 可观众们还是惊呆了 西罗比特变成了朱莉 昔日那个酷酷的比特男孩不见了 他如同突然之间大换脸 一张性感的脸如同朱莉神复制 这种形象绝对是让人没办法接受的 西罗比特自己找回了自己的性别 可粉丝们却怅然了 你到底是比特还是朱莉呢 即至今年再露面 西罗比特明显更加朱莉一些 特别是那张嘴 笑开的时候宛如就是朱莉的嘴皮 被偷拿去使用一般 而且16岁的西罗比特身材高挑 气质性感 哪怕穿着休闲 也没办法遮住他青春飞扬的明媚之感 看到西罗现在的样子 大概就只能说他又彼得又朱莉了 这是事实 身为两个大明星的第一个女儿 她的眼睛酷似父亲 而嘴巴则非常像妈妈 只不过这种相似又是又不一样 当西罗比特崩起嘴巴的时候 那分明就是比特的罪 当他张开嘴巴大笑时便成为了朱莉的性感之唇 西罗八岁时眼睛与父亲一模一样 甚至是眉毛都是如此 可如今16岁的他却变成了母亲的蓝眸 眉毛也变长变高挑了 这样的西罗比特有多少人能真正说清他像谁呢 甚至有人找出了比特逐里年轻时的照片 与西罗对比 但不得不承认 西罗比特的容貌一直在变化 但也一直都没变 这学生有着父母的神结合 只不过他挑选了父母最优秀的地方来继承而已 这对于西罗比特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地方 他这个新二代会因为与父母酷似的模样而受到演艺圈的重视 但同时西罗会不会因此被固定标签呢 如果只是这样 恐怕西罗又要因此而苦恼了 毕竟个性如西罗比特 不知哪天心血来潮 他又变回男孩子去生活了呢 虽然父母之间出了一些问题 但备受父母关心和爱护的西罗 依旧是他们的掌中宝 对比多年见不到的汤姆·科鲁斯的苏瑞 这样的西罗也算是幸运的了 去年的时候 法庭宣判朱莉和比特共同抚养六个孩子 对此朱莉虽然还有些不满 可比特已经很满足 对于他来说 事业重要可孩子们的成长同样不容错过 所以哪怕离婚六年 他对几个孩子的关心也没有减少 只能说对于西罗比特而言 父母的感情破裂 他无能为力 可被父母亲这般看重和呵护 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祝福西罗比特在成长的道路上 依然可以遵从内心快乐生活 这里是Boogie岛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呢 雪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